我的天 臭宝的一个海棠养的不化菜了 寄给咱了 这一下让我想起来 去年有个臭宝寄的海棠 里边一个好大的冬米虫 妈的天 大高蛋白啊 然后都说怎么不活了 我拆开一看那个大虫子 有的话我都害怕了 咱们也打开看这个臭宝养的怎么样了 这个挂了 咯屁了 救不了了 臭宝你自己看呐 救不活 根本救不活 不是技术不够 他妈 你让帐国老骑驴下来 他也得缺着腿回去 驴都给他弄没了 弄不了 真弄不了 真就不活 解剖呗 发死音 我跟话没说 你看海棠这个东西呢 它的洗光 它适合在室外 你在室内也行 你少浇点水 你看你这个花勇 浇多少水啊 这还刚刚的湿呢 反正我也不想给你收拾了 我准备自己买一个垂丝海棠 到时候羊给你们瞧一瞧 看一看 好吧 让你们知道一下 这个东西不是这么个羊法 哪能这么个羊法呀 这已经没救了 削开皮也是这样了 真的救不了 坏肉 这个就是水大缺光通风上导致的 再跟话 我们再说一遍 你别嫌我啰嗦 我都嫌 你缺光的时候控水 买的时候尽量的别买它这种裸根的 尽量的买它代表是最好的 你看这个根都被你呕烂了 给它放到停时间去 救不活 根本救不活 这么一堆了 众人食材火焰高啊 臭宝 行吧 到时候我弄一个垂丝海棠 来个系统的给你们教学 别的没啥 绝不做机 点个赞 还那句话 你们想要寄养的 臭宝呢 联系后台 不要钱这回事 快递费自己出 养死不赔 一定要让我们知情 你别当时弄了我一堆快递 我天 看 还有的往云南寄的 真服了 把脑花衣 养花最染衣 白了去吧 嗨 嘿嘿 嘿嘿